大家好,欢迎收听网上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这里有个新西兰的宜德台阳 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上编辑部正向报和沙拉冷气 继续壮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目前美国的疫情是颇为严重的 有几个州份,而且是特别严重的 而这个Delta变种在目前全球扩散 看不到何时才能有所收敛 正因为如此,由于美国有非常多的命令 亦因此,对这项Delta变种的观察也有不少 今节就想跟大家讲一下Delta变种会有什么症状 如果说回两年前,未有19病毒之前 一般,你打个黑痴或几声咳都不会令人特别担心 但现在,尤其在美国,很多人有些小咳或打几个黑痴都会令人怀疑 是否中了新冠呢? 在疫情初期,很多人都知道当感染到这个病毒的时候 你的味觉和臭觉都会消失 而且也会引致发烧、咳嗽、呼吸也变得很急促 过了一年多之后,这个Delta变种已成为美国最常见的新冠病毒变种 而症状原来都有变化 虽然目前收集的数据还未算多 但都已经有不少的分别了 目前在美国,因为新冠住院的人 绝大部分都是未接种疫苗的人 正因为这样,出现重症的机会更加大 他们有持续的呼吸困难 以及持续的胸口痛之类的症状 在路易斯安拿州、德萨斯州、硬食州等州份 接种疫苗较低的地方 在疫情期间和其他时间相比 有更多尤其是未接种疫苗的人 当然包括一些儿童和年轻人 因为这样而入院 目前当地医护人员都还未肯定到Delta变种本身是否导致重症病患呢? 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的就是 Delta变种令到更多儿童感染 Delta变种的传染性 传染性几乎是先前的变种高出两倍 传染性和水斗差不多 而且能够在人类的体内快速复制 尤其是在人的鼻道、喉咙也会出现大量病毒 这个麻省总医院的流行病学学家 这位叫做Andrew T. Chen 的博士 他说他们一直通过一个应用程序 去跟踪英国、美国和瑞典等等数百万人 从这个应用程序 就要求参与者监测他们的症状 然后也在同一本一本的同行评审期刊里面 将结果公布出来 当中有一项尚未发表的研究数据就说到 接种疫苗的人可以很有效抵御Delta变种 突破性感染是很罕见的 还有倾向产生和持续的时间也会较短 目前英国近90%的成年人已经接种第一剂 美国有71%的成年人接种了部分接种 而接种了疫苗的成年人来说 我们可以见到的症状就有类似普通感冒 我们也可以见到有人咳嗽 流鼻水打一次的症状 而这种症状出现的比率 Delta变种更加高 另外这位陈博士也说到 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头痛、喉咙痛 反而较少有发烧的报告 连美国和臭国的丧失都较少 然后他也说到Delta变种是在今年的春天 先在英国开始流行 你们的研究人员发现 Delta变种出现的症状较轻 当时正正是英国大规模接种计划之制 目前纽约有67%的成年人已经接种了疫苗 在当地的疑科医生也说到 他们在儿童身上 就见到疫情开始的时候 有多类似的症状 更加严重的病例 往往都是发生一些 未接种疫苗的青少年度 尤其是一些患有糖尿病患 或者痴肥的人更加多 而根据纽约州长老会议院的疑科医生 Sali Prima博士说 有些刚刚学行的小孩 和刚刚读小学的小孩 亦都可能感染到新冠病毒 然后产生重症 但医生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搞清楚 为什么小孩的症状 会比另一个小孩的症状更严重 意思就是 这里有两个小孩 身体状况都差不多 但有时会出现 这个症状比另一个小孩 比另一个小孩的症状更重 另外Sali Prima博士也说到 发烧、咳嗽、毛力、头痛、喉咙痛等的症状 都是常见在儿童身上发生的新冠病毒症状 而在纽约州大学的 朗格尼健康中心的 哈森菲尔德儿儿童医院 担任儿童传染病科主任的 Adam Rainer 博士就说 如果小孩有任何潜在新冠病毒症状 包括抢道问题 就尽快安排小孩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然后留在家等结果 而他也说到 当地要尽量确保学校做足安全的措施 另外也有专家说到 检测对成年人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 你已经接种了疫苗症状 就会较轻的 也最好去做一下检测 镇控中心也认为 接种了疫苗的人 仍然可以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无论如何 大家都要以一个谦逼的态度 来对待这个新变种 很多东西都还在研究中 不过最重要都是 万事要小心谨慎 做足检测 疫苗要打足 这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或者你的小孩出现 发烧咳嗽 无力头痛等等的症状和喉咙痛的症状 最好做一次新冠检测 万无一失 目前在美国 12岁以下的儿童 都还未接种 因此 在美国很多家长 都越来越担心 尤其去到9月就开学了 还有半个月 半个月后 当开学的时候 如果很多儿童都未接种 构成一个相当大的风险 很多家长都非常担心 有些家长 都已经帮他们的儿童 参与了这个疫苗测试计划 而这个疫苗测试计划 他们的轮候人数 已经达到2,000人了 意思是说 有成多达 2,000多人是愿意 接受这个疫苗测试 因为很多家长都很担心 另外也有家长 是考虑不让小孩上学 为什么呢 尤其是12岁以下的不让他们上学 原因就是 因为越来越多这些小孩 因为感染到Delta变种 而发生重症病例 重症病例是很辛苦的 随时可能因此而无名 很多家长都非常之害怕 我个人认为 家长这么担心也是正常的 事实上大部分家长 都很愿意 希望可以尽快替小孩接种 不过到目前为止 都还未有疫苗可以批准使用 给儿童使用的 辉瑞疫苗 都仍是处于一个测试阶段 一日未通过任何测试 都不应该放在公众公开使用 这个非常之重要 安全自常 目前辉瑞已经有多达4600名儿童 分三个年龄层 一个是5至11岁 一个是2至5岁 和婴儿6个月至2岁大 三个年龄层 来做这个试验 而关于5至11岁的年龄层 相信在9月后就会有测试结果 然后也需要拿到 美国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再由他们批准紧急使用 相信会在同一个月批准得到 另外 2至5岁的年龄层 也会随之有数据出来 而最小的年龄层 成绩就是6个月至2岁 相信会在10月至11月之间 就会有结果 然后也会交给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批准紧急使用 另外 Moderna的疫苗 也获得了 多达6700名的小孩 年龄包括6个月至11岁大 不过他们就没有一个时间表 可以提供给媒体 相信也是 辉瑞疫苗也会首先给儿童使用 以目前的进度来看 因为现在 越来越多这种感染到儿童的情况 所以大家也要注意 儿童的保护 尤其是出外必需要戴口罩 另外也要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做足这些措施 到今年年底左右 美国就会开始对儿童接种 而至于其他国家 什么时候呢 这一层 又要视乎每个国家的疫苗供应 无论如何 大家都要小心谨慎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候 如果大家真的有些发烧 咳嗽 不要觉得是一种一般的病症 因为病症也是一样 不要觉得它是一种轻的病 尽快去做一些新冠检检测 如果你身边有小朋友是这样 记得大家带他去 查真点 大家也会安心点 也不会觉得 可能有时我们大人咳嗽 不觉得是什么回事 或者有些头痛 吃了Panadol 睡一晚就觉得没事 我觉得你可以继续这样做 但也要顺便去做一做新冠检检测 以测安全 因为现在Delta变种 传染得比以前的病毒变种快很多很多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今次就说到这里为止 下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 拜拜